一首叫做道江行的歌曲火了,而金玉,一位大学教师发微博评价这首歌歌词《狗屁故通》,并遭盗取作者和粉丝的一众闷工谩骂,更是加剧了网友的争议,感觉都快唱出人命了。 所以,道江行唱的是啥?根据词作者计较的解释,道江行的故事讲的是主角,作为百里闻名的大道,门头五月阳阳精通,自比江泰公,更朝不上卧楼,凭着一身本领倒出拈花热草,最后被一个恶臣式的姑娘俘获的故事。 那么,达到了道士行了,这样的歌词行不行?老实说,听完这首歌,有几出歌词,让沸腾君爱地飞腾也不厚道的笑了出来。 歌词里唱道,你的笑像一条恶犬,笑就笑得了,咋还能笑成恶犬了呢?沸腾君的脑海里不禁想到了这样的画面,这样的画面,而仔细一听,恶犬前面,还有一句 《鱼虎谋早餐》,《鱼虎谋皮家虎口夺食》等于《鱼虎谋早餐》,搞得我和虎还有早餐都喝吗?这首本来旋律不错的歌,搞得沸腾君满脑子都是。 不过,纵观网友观点,其实也并没有多少人对道江行,的曲调做出太多批评,反而不乏赞誉,主要遭到针对的,还是歌词混乱的逻辑和堆砌的词早,前一句还是吊臭窝龙, 后面就突然放出恶犬,一下子确实让人反应不来,接受不了。 此前像是离人愁中的金梁古长梁等歌词,也同样遭到这种批评。 不得不说,许多作品中逻辑和词早的欠佳,为古风招致了一些不必要的冒名,以上或多或少出于调侃, 但贝腾君还是觉得,虽然说众口难调,不存在让所有人满意的音乐标准。 但是,清晰小唱的歌词,至少是最起码的要求。 总之,固然大学教师苟评不通的评价过于激进, 但是,比起果断于一板机回敬, 创作者或许确实更应当给自己留下一些时间, 重新审视一项作品。 杨凯文大学生,王延湖实习生,杨凯文教对陆爱英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